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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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么回事啊 师父他真的回来了 牛师父 咱们 聊聊 聊 聊聊 聊 聊聊 聊 聊聊 之前 我父亲跟我说过 说这个酒精 对味觉有非常大的影响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我之前 不小心在您的茶杯里面 看到了没喝完的半杯粉酒 你 你 你全都知道了 是 我知道 我知道现在餐饮行列竞争 您比较激烈 您有压力 我全部都能理解 但是 这山之屋明确规定 厨师不能喝酒 您作为主厨物 不能明知故犯 那 您想开除啊 不不不不 我 我没这意思啊 我是想说 我之前在网上 查到了一个非常权威的医疗机构 对这种酒精造成的味觉失灵 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周期的效率快 治疗 治疗 您是咱山之屋的功臣 总不能一次机会都不给吧 但是 这机会就真只有一次啊 您要趁机把酒解掉 正好趁着这段时间出去散散心 治疗治疗也挺好的 您回来之后还是咱山之屋的主厨 之前小柔就说过 一个主厨就是一家餐厅的灵魂 而您 就是咱山之屋的灵魂 一定把酒解了 原来你是带师傅去借酒治疗了 牛师傅现在啊 身体状况还行 而且恢复得快 过不了多久就能回山之屋工作了 太好了太好了 但是 委屈你了 委屈 牛师傅回来 你又得去后厨做那些杂活 怎么补偿我啊 怎么补偿我啊 补 补偿我 那 我想吃冰淇淋 草莓味的 双球 是不是应该对花钱给你买冰淇淋的人 态度稍微和蔼一点 要不然以后还怎么在这社会上归 你教我的 要想别人对你好 就得有让别人对你好的实力 爱情换不来 真爱 赶紧去 你给我记住了啊 真爱 对了 我今天跑了一天了 一口饭没事儿 你给我煮碗馄饨 一会儿回来我吃 高兴 你跟我说什么 这是山猪啊 不抗拒这儿了 可以在这儿吃饭了 我把这事也给忘了 我竟想着你给我煮馄饨了 我忘了我挑食的毛病了 太好了 今天牛师傅也好了 你的挑食症也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你不吃冰淇淋了 我不吃冰淇淋了 我不吃冰淇淋了 我现在就去给你煮馄饨 等我玩 就抱这么一会儿啊 好 高总 找我有事 见面考察 结束了 刚结束 等人事部那边出来结果 我就可以恢复正常工作了 看你一脸轻松的样子 我还以为你会很愤怒 会有怨言 是啊 刚听到界面检查的时候 其实我挺生气的 我没做错什么 让我的下属部门来考察我 连往哪儿搁啊 但后来我想想 我确实去做了卧底 也没有跟任何人打过招呼 怀疑我也很正常 考察就考察吧 反正我心里也没鬼 对吧 好 我看到你和何叔 在天台聊天了 所以你觉得 我去找何董求情了是吗 不然我实在想不出 你跟他能有什么共同语言 特别是在他把你赶出董事会以后 何叔让你见面考察 对吧 我也没办法说什么 所以 你自己去跟他谈我最好 其实何董和我 放心吧 我很有信心可以通过界面考察 何叔 何叔 有没有跟你聊其他的事情啊 在集团这十年 我遵循的唯一的原则 就是要维护集团的整体利益 而不是某个人 或者是某个小团体 以前是这样 以后更是这样 所以这一点 请你放心 我还有一张人事案件要求处理 请 我还有一张人事案件要求处理 请走了 是去开除那个工程部的副主管吗 因为负责人事工作的韩副总 正在见面考察阶段 所以人事工作 暂时由我代劳 没有人比我更希望 你能尽快恢复工作了 那你说累了 等恢复正常以后 我请你吃饭 走了 你气了 怎么了 高总 说坏了 这个轮胎的胎压有些不正常 好像是变成邓鬼一样 车掉了没有 我还着急去见客户呢 高总 我已经给那边打过电话了 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到 那么着急坐我的车吧 我送你 奇怪 怎么 什么 钉子 前轮轮胎上一边扎了一根十公分长的钉子 稍等 喂 你好 我是韩木 十公分的钉子不可能在路上扎到的 让保安部赶紧查一下 这不是小事 够了吗 我觉得这一定是恶意报复 这八成跟那个工程部的付出管有关系 监控出来就会查清楚的 放心吧 你这么确定 是他 人事部做了这么久 直觉吧 要不说你在 我根本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也哪有这么重要 你就是很重要 我 我 我是说 你在工作中对我很重要 我也没想这么多 咱们不是说清楚了吗 我跟你表白过 你也表明了你的态度 我们现在就是同事 朋友 说清楚了 挺好的 接着 查清楚了吗 赶紧报案 好嘞 过来 果然是他 他 他们已经报案了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回办公室 配合他们调查一下 还有 你的客人应该到酒店了 跟他领约个时间吧 好 走吧 我送你回去 我先打个电话 喂 老叔 那个 我这边突然遇到点急事 你能不能跟他说一声 要不换个时间吧 今天实在过不去了 对对对对 好好好 那先这样 挂了 你今天有事啊 没事了 走吧 谢谢 我干嘛还吓我一跳啊 老干不合法啊 冰块配知华士 怎么了 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喝起梦酒来了 给你来一杯吧 行 我不喝 我喝不了酒 给杯饮料 下班以后就挺晚了 然后我又不想回家 就许子来这儿喝一杯 谢谢啊 来吧 高兴啊 我在感情方面 是不是特别的 木乃啊 是啊 怎么了 我知道了 肯定在我姐那碰钉子吧 没有啊 没有 我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只要一提到我姐 你的状态立马就变了 跟你平时工作的样子 完全是两个人 说吧 怎么回事 我根本没法控制我自己 我跟你姐相处了四年 刚开始我一点都不喜欢她 一直和她针锋相对 可是对着对着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我们俩开始有默契了 她就这么突然地闯进了我的心里 我想把她赶走 可是怎么赶也赶不走 她都闯进你的心里了 你干吗要把她赶走 在心里了就留在心里了 你是一个男人 你要把话说出来 说 说了吗 说了呀 那 以前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说 可是前两天我跟她表白了 表白了一半 被拒绝了 表白一半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行行行 不说了 反正是不是被拒绝了 你知道为什么会被拒绝吗 像我姐那样的人啊 大女主 女强人 我们能用那种平常的办法去对待吗 咱们呀 交后脸皮 死缠烂打 缠着 高雅 我跟你在一起 我喜欢你 你要缠她 懂吗 不懂 以前有没有追过女孩 没追过 追你的人有吧 那肯定有啊 来来来 咱们是一样的人 全都是女孩重心捧月地捧着我们 我们哪懂这些啊 但是在我姐这儿啊 不管用啊 这次你栽了 我也栽了 所以啊 要改变的是自己 说出来 说出来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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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说出来才有效果 要不然呢 你呀 就放弃我姐 回头望望 全都是姑娘 这外国的也没错 干嘛非得在我姐这一颗手上好死 算了吧 我觉得我还是 回去清心寡欲地做我的工作比较适合 喝完这杯酒回家了 你没喝酒 开车送我吧 你叫我来是给你当司机的呀 根据这两天的调研显示 电子菜单已经普遍使用 电子菜单的优点是 省时省力高效准确 请示过高总之后决定 山之乌全面使用平板电子菜单点菜 点菜结算一气呵成 客人甚至可以在等菜的时候 玩餐厅自己设计的游戏 酷啊 那服务员可省事了 可是 老菜谱上的菜还有吗 有 当然得有 老菜谱上的菜呀 一定是保留项目 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些改良和创新 手写的菜谱依然是正店之宝 这一切的传承是需要与时俱进的 你们来看第一页 这些呢是我们的主厨给出来的招牌特色菜 包括蜜汁外包红烧肉 红烧鲤鱼 和香八宝鸭和干烧膳断 这些菜呢都是上桌率非常高的菜肴 但是现在用的食材还是很普通 如果食材出现问题 就没有办法做到更好的美味 这方面咱们还得多注意 接下来说说凉菜 我们凉菜保留了之前的特色 包括香干马兰头 还有四锡烤夫 贵妃醉鸡和玫瑰熏鱼 但是我们又新加了几个年轻人喜欢的 可口清爽的菜肴 比如老素折头 芥香木耳 凉拌细琴 这些都是要腌制的 腌制的这个方面 小柔你得多教教大家 还有摆盘 对中式正餐来说是个难题 既要保证菜品的热度和质量 同时又要让人感觉到赏心悦目 但凉菜 就不妨多做一些精致的摆盘 因为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勾起人的食欲 但是热炒刚好相反 像山猪大排档时期 吸引了很多广东小炒的优点 香浓入味 一直以来都为人津津乐道 我和牛师傅都认为 应该保留这个优点 所以热炒一定要注意 新鲜热辣 以粗线条的方式呈现到餐桌上 那就是最好的 各位 时代不同了 年轻人喜欢什么 年轻人喜欢简单欢乐的聚餐环境 他们喜欢价格便宜 而且吃得好吃 所以我们要用地道的食材把它们吸引过来 之前的老的山植物的那种方式已经过时了 他们跟不上社会的进步了 现在山植物旁边是一个高档的小区 里面全部都是年轻人 他们见多识广 所以我们如何讲一个好的故事 如何把它们吸引过来 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听起来就让人兴奋呢 邓志乔 我一定给大家讲一个好故事 对了 还有件事情 我觉得上次我们对开业的这个策划方案 我都不是太满意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呀 大齐 有人情味 而且我们拒绝一切假的高大事 要让所有的食客都知道我们的进步 知道我们的升级 要给我们与众不同的点评 我这两天为了想开业方啊 头皮都错掉了几块 沈帅你也别错了 这头发都在凸了 这样吧 咱们大家呢都集思广益一起想办法 怎么样 行 那大家就多想想办法 这件事情现在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嗯 散会 小柔 你的时间到了 那我先走了啊 咱们先忙去 不是一块吃中饭吗 小柔要去医院处查 慢点啊 先走了啊 高总很贴心啊 难有利 马斯 好 受伤的地方恢复得不错 自己注意保养 不用再来复查了 谢谢医生 李静 你也在这儿 你怎么了 怎么脸色这么差啊 我没事 来医院看看 来 原本我也单纯地以为 婚姻就是两个人相爱的结果 我们有爱 我们有相互扶持对方 走完一辈子的信心和决心就够了 可是真的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才发现 这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 而是两个家庭 更别说还是我们两个这种 贫富差距那么大 连价值观和社会观都不一样的家子 你知道吗 这种爱情中的贫富差距 是我这个所谓的小城市凤凰男 再有上进心 再努力 也没有办法解决 你别这么悲观嘛 没钱怎么了 没钱一样可以谈恋爱 没钱一样可以有梦想啊 不 你错了 这是两回事 梦想是可以等的 我可以靠我的上进心去解决 可是爱情中的贫富差距不一样啊 子萱是女孩子 女孩的轻车是有保质期的 要是我 无法给她她的期望的家庭 和一个满意的生活 怎么舍得拖累她呢 也是 总觉得自己在她身边 就是一个暗淡无光的存在 你明白那种感觉吗 我以前也喜欢过一个人 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第一个喜欢的人 小时候呢 大家都一样 我们住一样大的房子 在差不多的店里买衣服 我记得那个时候 爸妈带我们吃一次小笼包 我们都特别开心 带人慢慢的 我们越来越不一样了 她住进了别墅 我搬进了小院子 她穿的是名牌 我最好的衣服就是小笼 她在国外度假的时候 我就只能打工赚钱 养活自己 我们很久没联系了 联系也没什么用 后来 你猜怎么着 怎么样了 我们居然相遇了 她变成了一个衣食无忧的 二代接班人 她根本就不理解 像我这样 一个每天打着无数份工的人 是怎么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的 是 我跟以前是有很大的差距 但生活就是这样的呀 生活就是在逼迫我们每一个人成长 是 我不可能永远都是那个 叫弟弟的小公主 我记得那个时候 她看我的眼神 就好像在跟我说 我当初怎么瞎了眼了会看上你 你是不是多想了呀 其实 对于很多男人而言 初恋都是最美好的 可能是吧 那 你打算再次和她断了往来吗 不要 我才不要再这样呢 所以我要奋斗 我要努力 我才不要当一个小公主 我要让大家知道 我是一个能打遍天下的神奇女侠 怎么样 励志吧 好点呗 也许吧 妈妈会更好的 我要变成风华里 你爱的猫狗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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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闷闷不乐的 怎么了 闷闷不乐的 是不是去医院医生说 上次掉狗粤脑袋刷娃头了 你能不能别我那么怕 你知毒吧 换了别人我才不大理呢 我才没怎么拼呢 那要不你换个人吧 怎么了 说来 现在 你还记得李静吗 那个没结人婚的李静啊 怎么了 他和他女朋友分手了 现在过得挺不好的 人家分手了过得挺不好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可是他说 是因为爱情当中的贫富差距 是他们之间无法跨越的更够 借口 好 纯属借口 爱情本来就是应该打破一切瓶颈 坚持到底的信仰 你这个大少爷懂什么呀 哪有这么简单啊 你懂 那你说说到底有多难啊 其实 你不要不相信 门当户对这件事情 我觉得 这可能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你看啊 每个人其实从出生开始 生长的环境不一样 家庭不一样 受到的教育也不一样 要是硬要把两个人凑到一起的话 说不定 就可能是悲惨的结局呢 是 童话故事里说 灰姑娘和王子遇见了两个人结婚 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但这只是童话故事而已 故事的结局也很有可能是 灰姑娘最终还是被王子嫌弃了 过上了深归怨妇的生活 你这是完全被人洗脑了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两个人结婚了 本来就是要改变对方 改变自己 什么价值观 世界观 这些都是互相需要去改变的 那要不然要爱情干什么 直接大家拿出自己的深深八字 速配结婚不就完了 那也许就是应该这样呢 不然 他们俩怎么会因为一场婚礼 就闹成这样 那你要不要跟我打个赌 打什么赌 如果他俩还有爱情 就肯定还能在一起 怎么可能 那要是我赢了呢 那你说吧 要是我赢了 我就把你给娶了 让你做一个深归怨妇 走 杨小柔 你的关键是错的 我一定证明我能赢啊 我老大 你干脆杀了我吧 我这两天脑子都想木了 没想出什么好点子 咱们干脆把开业做成一场婚礼啊 婚礼 婚礼 谁为谁结婚 小柔 咱 咱们 也 也认识这么久了 我 我和你 你 的两个朋友 你想什么呢 怎么了 我跟你说 人家两个现在分手了 咱们是不是应该尽可能地去撮合一下人家 可是 这样子做真的好吗 人家都那个样子了 咱还管好不好呢 死马当火马医吗 嗯 小柔跟我说啊 李进整个人非常憔悴 状态特别不好 可是我看到你之后我发现 还是你赢了 你们 真的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吗 其实我从小就特别听着爸妈的话 我从来没有忤逆过他们 我跟李进在一块 一开始我爸妈就不同意 他们说 李进是农村来的 家里兄弟姐妹又多 跟我们家庭环境差异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 你知道他们家第一次见我家长 带的什么吗 一筐 大鸭蛋 我妈当时都快气晕过去了 我就一直解释 我说人家父母就是靠养鸭子 还有卖鸭蛋 才支撑他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他送鸭蛋的是好意啊 我爸妈完全都不听 他还管李进叫凤凰男 说我要是嫁给这种凤凰男 丰厚的生活肯定变得一团糟 我们俩会因为价值观有差异 以后会在买油盐酱醋茶的问题上 大动干戈 就更别提出门旅游买车买房了 所以你也是这么想的 我当然不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感情这件事 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事 这根本就不应该拿什么 等级观念来说是对吧 对 我特别能理解你 真的 真的 因为我跟你有一样的感触 想不想听听我的故事 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初恋 是我们家花香的孙女 也算是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玩耍 一起长大 而且她会做很多好吃的 后来她的爷爷把她带走了 我就一直找 满世界地找 可是我姐姐告诉我 你不要找她 家庭出身不同 你们的身份不同 找到她也不会有好结果 那后来呢 找到了吗 后来我们重新相遇了 可是我也发现了我们之间的不同 她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得非常困难 靠坐家镇 送外卖 而且被要寨地追着满大街都跑 当我看到她的时候 我整个内心都崩溃了 她已经完全不是我曾经想象的样子了 甚至我一直觉得 她毁了我童年的记忆 毁了我的梦想 可是这些有什么重要的呢 后来我发现 在生活条件不同之下 还有很多无趣的美好 那你们俩在一起了吗 没有 人家不理我 你跟我说这么多 是不是就想告诉我 其实在感情这件事上 只要是你爱她 就不应该因为什么家庭出身去阻碍 而且我觉得李进也是挺努力挺上进的 我本身对什么物质也没有特别高的要求 我真的相信我们俩能够特别幸福 可是我没想到 还是把风力搞砸了 感情是自己的 自己心里最清楚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人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如果你爱她 就要坚持自己的想法 据我所知 李进一直在等你 你不相信啊 子萱她真的是这样说的吗 你不相信啊 子萱是一个好女孩 她从来没有嫌你挣钱不多 所以你自己不能进来啊 你要自信 所有一切的爱情跟现实都是抛开的 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你要知道自己能给她幸福的生活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你们以后要奋斗的目标 我真的可以吗 李进 李进 也许 在这个世界上 是有很多现实的东西 但是你要相信 总有一个角落 是留给真心相爱 相濡以沫的人的 我觉得吧 既然你们两个已经相爱了 就不要轻言放弃 世界这么大 能够遇见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要珍惜 好 拜拜了 停 我觉得这个不错啊 简洁朴素 不够酷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今天是来订婚宴的 婚宴 可是 这个 好了 放心吧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 我们俩已经跟父母商量过了 婚礼的事我们自己做了算 真的啊 那恭喜你们了 我正式地宣布 开业那天 我们将举办李进和子萱的婚礼 双喜雷门 我的心里好像打开了一扇窗 推开窗之后 是一个期待已久的世界 这里每天都要照顾那么多不同的人 他们的快乐 他们的忧伤 他们的野心 还有他们的忏悔 我都有可能和他们一起分享 还有这里的味道 气味 声响 光线 颜色 抚摸着他们全部的感觉 这两头乌乌确实不错 既不油腻也不柴 来 你尝尝 挺好 师傅 这个怎么样 这个新鲜扇鱼呀 是不错 只不就是不能保证常年的供应 那做季节供应怎么样 这个想法不错 师傅 来 您尝尝这个 师傅 您别吃牛奶 你吃那个牛肉 吃牛肉 嗯 怎么样 手艺不错 挺好 暖胃 吃起来很幸福 来 来了 来尝尝 我手艺不错 赌尾 我刪一次 ethical 怎么样 臭屁道弹 生活风云变幻 路人行色匆匆 师父说 如果我们能让人停下脚步 每餐一顿 那会是最好的餐厅 牛师父 来了啊 怎么样啊 您让我找的东西 我能找不到吗 好 您看看正宗的墨山村的家良酒 二十年 真不错啊 行 多谢啊 多谢就错了 牛师父 您瞪我客气啥呢 您是我的老客户了 以后需要什么酒 尽管吩咐 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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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了啊 谢谢杨 我走了啊 好好好 好 再见啊 走 再见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 快 快 张远姐啊 前面这个叫菜 哪嘞 师傅 这环境这太脏了 能不能拿上了 师傅 师傅 来来来 您过来 这是我新研制的菜 您尝尝 怎么样 这不叫爽脆鱼皮吗 里边放什么了 这个现在不叫爽脆鱼皮 我们改名叫爽口双脆了 这个里面我放了鲤鱼皮 还有牛柏叶 因为这两个东西 它其实在口感上 是特别相似的 但是味道上又有 一点点的差别 您觉得怎么样 你还真能做吗 挺好 师傅 您是不是喝酒了 没有 这不都是料酒吧 这是 您骗人 真就是黄酒 你看 干什么 没喝没喝 别扰 她们都听着了 师傅 您才去了医院 您在他说了 您不能喝酒 别让 别让 我就是喝了一小口 下回不喝了 您这么喝都得也觉得好 不喝了 下回不喝了 这都失败了 师傅 您得给我 哎呦 哎呀 哎呀 怎么了 什么仨了 没啥没啥 干活 别看了 别看了 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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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了 严师傅 咱们再聊聊 师傅 您最近是不是压力特别大啊 你怎么能又喝酒呢 万一你这味觉又出问题怎么办 您要是真的压力大的话 您要是真的压力大的话 要不跟我们聊聊 聊什么呀 就 聊 总能找得聊的不是 牛师傅 咱们之前的承诺您还记得吗 您怎么又犯这个错误了呢 怎么能说谁跟他 别说 行了 你别说了 我是喝酒的 我没做到 我辞职 不是 师傅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不敢 我不敢 师傅 我 明天 你说 你怎么就你 我说你还跟你 我说你还没见过 死我错了 是我太冲动了 您别走好不好 我求你了 师 师父 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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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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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小荣 你说你出什么疯头啊 就太好了 师父走了 你说怎么办 就是厨子喝点酒平常事 瞎嚷嚷什么 对不起 张小柔 你诚信的吧你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